周女士说2020年10月份 她到杭州滨江保龙城金街逛街 由美发店店员向她推荐免费设计发型 收款方是杭州市滨江区牧上造型工作室 周女士说当时店员给了这张会员卡 烫发染发打折 另外赠送几次护理 办卡后她来过几次 之后因为要带小孩来的次数不多 目前卡内余额是5200多块钱 今年过年之前想去做个头发 然后妹妹的回家 结果她告诉我说 这个卡是他们A-style的 现在又用不了了 让我另外充8888才可以继续用 以前的钱也可以用 现在充的钱也可以用 而且给我更低的折扣 不接受 周女士表示她不会再充值了 上个月联系之前的发型师 对方说跟那家店不合作了 不太清楚情况 都说没在那边上班了 微信都不接了现在 发生这种事情 她再继续给我做头发的话 可能会给我做的不好看 所以我的诉求是 把我卡里面原来的钱退给我 A-style的卡不是我们的卡 我说了 她的卡如果重新启动 使用在我们这里 能明白吗 那你可能要充钱呢 你不充钱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你使用 因为我们之前 之前的会员 全都完了以后 就是都是一比一充进来 所有的事情 不要找我 没有用 我没收你钱 能明白吗 找之前的法人去 好不好 之前法人是谁啊 我不知道 都不认识 我怎么联系啊 这个店本来就是我们之前 人家不干 我们过来租的房子 他的店倒闭了 然后我来租个房子 租到这里了 然后我就要赔你钱吗 不可能的嘛 这般销法规定 企业法人提供的单张 记名预付式消费凭证 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 其他经营者 比如说个体户 单张记名预付式消费凭证 不得超过2000元 记者查询到 这家店的工商注册名叫 上海日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滨江分公司 2021年8月份成立 之前那家木上造型 是2021年3月份注销的 杭州浦岩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接到多起类似的投诉 正在介入调查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